那接下來,我要進行一個國會的小學堂 我有幾個問題,可能要請教院長 看你對兒少的議題了解有多少 但是我可以讓你有求救卡 如果你覺得你回答不出來 其他部會的首長可以上來幫你的忙 那第一個問題,關於兒少健康的問題 不曉得,院長你知不知道我們大概幾個兒少就有一個過重? 這前兩天報紙就有登過嗎?應該是六個 要不要再想一想,有沒有人要出來救援一下? 六個嗎?答案是四個 我們現在國小的過重肥胖比例大概是25.9% 到了國中,其實肥胖比例27.7%是更高的 那最近呢,民間兒福聯盟他們發表的調查報告 我們這個兒童的肥胖率高居世界第16名 所以在這一點,其實排名那麼前面不是一件好事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問題 平均一個兒少一年,他會看到的垃圾食物的廣告量大概有多少? 這個我不曉得 不曉得 有沒有那個,怎麼都沒有那個部長要上來救援一下的 好,公佈答案 八千個 這個是我們,如果我們的兒少一隻收看電視的話 他平均6.6分鐘,他就會接收到一個這樣的垃圾食物廣告的訊息 那這個其實無形當中有一些催化的效果 特別是到了放假的時候 還有用餐晚餐的時段 業者也很聰明喔,就是播放的頻率其實會更高 好,再下一題 這個是最近的新聞喔 目前國小學童每週上體育課的時間 快點,蔣部長 來 八十分鐘 八十分鐘對不對 好,答對了 這個八十分鐘 其實是遠低於中國大陸,美國、日本 就是說我們現在小學生他在在學的時間 他體育課的時間 本身這個分鐘數就是少的 另外呢,有百分之三十八點一被借去考試 或者是另做他用喔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在這個部分 在學校的部分 那在校外的部分呢 我們再看下一題 目前國小學童每週校外運動的時間有幾個小時 院長你覺得 我不曉得校外運動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在下課後 下課後的時間或加 課外 對,課外 課外運動的時間喔 你覺得有幾個小時 我只能用拆的 好 如果從我觀察我們家附近的話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兩三個小時有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應該2點3吧 喔,答對了 好 這個拆的還蠻精準的 我是觀察鄰居小孩的 好,好 這個院長這樣的敏銳度其實很不錯 觀察鄰居小孩其實大概也是差不多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運動時間喔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現在的這個台灣的孩子喔 不運動加上垃圾食物 就是我們台灣出現一些胖小孩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我們政府其實應該是要有一些作為的 在這個部分我們應該是要有一些措施出來的 比如說在那個垃圾食物的管制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其實是沒有任何管制的措施 但其實在一些先進的OECD國家裡面 他們其實都會有相對性的措施出來 比如說像英國跟瑞典 他們就是去限制在這個兒少收看的時段 或是兒少頻道裡面去限制播放一些垃圾食物的廣告 那關於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我不曉得院長你本身是不是贊成 我看到這個王委員剛剛下面這兩個建議事項 其實過去我們在行政院小保會 這兩個議題都有討論過 那第一個議題可能就是屬於NCC的主管的事情 那時主委要不要上來講一下 那相關的這種像歐盟它的 directive裡面 其實是有規範到這個事情 據我當時的了解了 那這一點我想NCC他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這第二點用正品的方式禁止行銷 那那個時候覺得說這可能要立法 因為不立法很難用這個 取得一個實際上的執行力 所以大概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個事情 那時主委要不要講一下站在NCC的立場 我們確實有收到類似的訊息 但是目前在執行面上 有一個比較困擾的問題就是 什麼樣的食物叫做垃圾食物 那什麼樣的食物是容易導致肥胖的食物 那這一點並非本會的專業所在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沒有辦法制定相關的標準 對這個部分我想是不是衛生署可以來提供協助 我們您副署長要不要講一下 所以像這樣的議題的確也是跨部會的 就是涉及到兒哨的議題很多其實是跨部會的 當年在那個交保會的時候我們曾經講過 就提衛生署定一個國民營養法 希望在那裡面有一點著墨 但是那個好像因為大家各方面意見很多了 是不是可以請您? 那垃圾食品是沒有明確的定義了 不過一般會引起這個三高的 這個所謂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的這些相關的食物呢 這樣我們都應當把它當作一個垃圾食品 是 所以剛剛其實NCC說它定義不出來什麼是垃圾食物嘛 這個部分其實我想我們的國建局是有能力來定定的對不對 所以將來我希望其實是衛生署跟我們的NCC一起同意來合作 如果院長本身也支持的話 那我會提案修法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好不好 事實上國民營養法你們就開始在規劃這個事情 對 但是它也還沒有過嗎 所以如果要最快速通過或許去修實管法 我們可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好不好 好謝謝